周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共正在帮助俄罗斯 向其他国家的领袖施压 阻止他们参加本月中旬即将在瑞士召开的和平峰会 这是泽连斯基罕见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共 此前他一直在对华言论上十分谨慎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证据显示 俄罗斯的武器中包含中共提供的零部件 他警告说 由于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 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 周日当天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美洛夫 在会议间隙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但没能与中共官员见面 泽连斯基谴责中共曾多次拒绝与乌克兰官员会面 截至目前 已有106个国家和组织 确认出席将于6月15号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泽连斯基此行希望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 美国已确认将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和平峰会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总统拜登是否会出席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